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中房地 我是大琪 今天來到檀子跟大家介紹一個全新整理過的透天 那我們現在站的這一個 它是檀東街的巷子 那我們往這邊望去 T字路口那邊就是檀東街 檀東街比較特別 它不是完全直的一條路 它是一個L型的路 這邊往右邊右轉的話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浮檀路 那它這一個巷子它不是鏡像 鏡像的話是這個方向 那邊就到底了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邊的 這邊的話我們往鏡頭那邊看過去 那邊還有路 左右都可以走 所以是一個活巷 目前這個零路的話大概是4米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個 它是一個大面寬的透天 不過因為它的這個車庫的深度也沒有到很深 基本上還是停一台 就是這樣徹停 旁邊可以再停幾台摩托車 好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地圖 如果要去石牌公園 和那個潭陽國小 潭子國中 騎車都是2分鐘就能到 如果到潭子早市 也包含就是我們的潭水亭 還有這個火車站的話 騎車大概3分鐘就能到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地理環境 因為離台陽國小近 所以台陽路那邊去到4號也很快 開車也是3分鐘就能到 這個面寬高達5.5米 如果它夠深的話 其實本來是可以併排兩台 不過它徹停也還是很好聽 從這邊 從那邊出去或者從那邊過來 從那邊出去 因為反正活像很方便 我們來看 它這個整個都全新拉皮過了 所以說它的這個牆面 可以看到它都是用這種二釘掛的石材 客廳非常的方正 也沒有多餘的梁柱 我們這邊有做這個橙板燈 或許那個柱子是藏在上面的 不過因為它這個高度也還是蠻夠的 不會讓你有壓迫感 這個設計非常好 地板的話是用拋光石音磚 那它是一個仿時紋的拋光石音磚 這邊有做電視牆 那電視牆這個材質的話 摸起來它是塑膠的 接著我們來到它一樓的公用衛浴 當然它的公用衛浴也是有全新都換過 那後面有開窗 不過它開的窗戶也比較尷尬 因為它就是面對廚房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你可以當餐廳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電氣櫃跟冰箱的放置處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空間非常大 看你怎麼選擇 儲具的部分都有全新換過 它是抽菸機跟這個瓦斯爐都是櫻花品牌的 這個都有換過 那剛才你說的那個廁所對出來的窗戶是在這邊 我們去看二樓 樓梯上來我們先看後面這邊 這邊是一個衛浴空間 它是一個長廊式的衛浴空間 有點特別 它後面一樣有開窗 前面這裡有兩間臥房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臥房算是比較長方形的 狹長形 這個也算是主臥 我們可以看到它前面 它這個陽台其實是跟剛才那個相連的 但是那邊的話沒有落地窗可以出來 就只有窗戶而已 這邊就只有窗戶 那這邊就面對剛才的巷子 可以看到整個陽台算是 跟建築物的面觀是一樣的 回頭看這邊 這個空間非常的大 它你可以再做一些 衣櫃的擺設或者是書桌或畫張台都可以 主臥的位置在這邊 一樣也有開窗 好我們接著看三樓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二樓跟三樓都是沒有開燈的採光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治安採光 現在目前是早上大概10點到11點之間 所以它採光真的很好 後面 這邊是做成一個陽台 算是一個占斧形狀的陽台 這邊其實就是很傳統 大家後院的徵建 這邊算是一個 它不算房間 一個小廳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小客廳 或者是讀書 書房 和擺設那個書櫃的地方 對 上面有空間 然後它也有開一個天井 可以上去水桃 這邊有電熱爐 那現在那邊有電熱爐 現在看得到嗎 這個是電熱爐 這邊有一個衛浴設備 這個衛浴設備就比較可奇 它沒有開窗 這個是三樓的臥室 臥室有兩間是其中一間 這兩間大小就蠻平均 現在這個在 潭子潭東街 活路活象 全新整理透天 目前開價1638萬 歡迎來電 預約賞務 三樓 你 我們來看看